我是郭秀梅,美国Macro International公司的总裁 这一次和Soritos College刘欣教授合作 将这些旧的儿童英文书运回台湾的善举 是基于认同刘教授推广英文的用心 完全同意英文是国际的语言 在小孩子年纪轻轻,记忆力超强的时候 能够借着读这些英文书帮他们打一点英文的底子 本来我就最倡导这些不要的书 是应该要流通而不能丢弃 因为书是宝贵的东西,开卷有益 所以我们要鼓励孩子们都要多读书 所以这一次我们很高兴Macro能够坐桥梁来流通这些书 这两次我们送这个旧的英文书回台湾的善举 要归功于九大团体里面很多很多的青年志工 他们花上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到很多的家庭里面去收集这些书 第一次我们送出176箱到宜兰的中正国小 第二次我们送出155箱到新北市的光复国小 总共加起来是331箱 这是这么多这么多的书 我们由衷希望能够帮助祖国台湾的儿童 在读这些书的时候能够增智慧,学英文